国道一号北向高雄五甲路段 在昨天中午有沙石车沿途掉落沙石土石 后方车辆尽管努力闪避 仍然无辜遭到波及 另外在北上66.8公里处也有小货车 后车走上的旅梯呢 一次没有固定好 瞬间掉落飞出也吓坏了后方的用路人 高速公路上前方车辆行驶到一半 突然从后方掉入大量沙石 吓坏后方驾驶 完全闪避不及掉落的沙石硬生生砸到后方车辆 让驾驶长按一大声喇叭也稍稍减速 事发在13号中午国道一号北向高雄五甲路段 沙石车行驶时后方车斗不明原因突然开启 大小碎石散落路面 后方车辆闪避不及也导致多部车辆车底盘毁损甚至爆胎 目前为止本大队共接过了八部大小车辆包案于三四路段遭受波及 而同样在国道一号北向66.8公里处也发生车辆掉落物品事件 只见前方货车行驶途中突然从货车斗飞出大旅梯 吓得后方用路人赶紧闪避情事 事发在13号下午一部货车疑似没绑好货物 货车斗也掉出旅梯吓坏后方驾驶 警销货报后也迁往清除掉落物 警方也提醒民众开车上国道务必好好绑妥固固定货物 否则不仅吃上罚单还恐怕伤及无辜害人又害己 记者综合报道